辽朝是由契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 契丹发源于中国的东北地区 他们采取半农半木的生活 目前居住在东北地区的达沃尔族使契丹人直系后裔 部分的吉尔吉斯人已和契丹有着基因上的联系 契丹源自于东湖 曾经隶属于匈奴 后来成为显卑的一部分 唐朝为了拉拢契丹部落的首领设置了松木都督府 实际上仍有当地的原住民首领自行统治 契丹在唐高宗与唐玄宗时期曾分别发动数次叛乱 唐玄宗于是任命安禄山负责征讨以管理契丹 安史之乱之后 契丹慢慢恢复了独立 契丹一词最早建于魏书的契丹转 但对于契丹这个名词的来源 学者还未达成一致意见 有的学者认为契丹一词出于语言是酋长名字的演变 也有学者认为契丹可能是刀剑之意 这种说法也是史学界最为认可的说法 由于金藏韩国从13世纪到15世纪是欧洲地区的霸主 而蒙古人称中国北方为契丹 后该是泛指中国 欧洲人深感惊证韩国的强盗 所以在此期间兴起的斯拉夫语族和突厥语族均以契丹为中原政权的代名词 现在仍有几十个国家将中国称为契丹 在俄语 希腊语 古葡萄牙语 古西班牙语 以及中古英语中也将整个中国称为契丹 公元九世纪契丹的迭纳部落的耶律式家族崛起 公元872年 耶律阿宝基出生 他出生时 契丹的贵族居城正正为争夺联盟首领之位而打得不可开交 阿宝基的祖父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被杀 他的祖母担心他被朝人加害 因此将他藏在了别处的帐篷内 不让他见外人 阿宝基二十岁时 出于政治联姻的需求 取了自己的表妹为妻 他就是苏绿平 这一年苏绿平十四岁 等到阿宝基的伯父掌权后 阿宝基组建了四位亲军 凭借着这支精锐的武装 阿宝基战胜了临近的小部落 阿宝基的伯父被自己的儿子杀害后 阿宝基继承了伯父的官职 成为仅次于可汗的二号人物 他凭借着手中的兵权 相继将其他六个部落消灭 此后阿宝基经过一系列的征伐 成为契丹部落的实际掌控者 阿宝基之后将木工转向了中原 他首先与唐朝的河东节度时 李克用结盟公元906年 既当可汗病治 他临终前推选了阿宝基为新任的可汗 从此可汗的选利权就转入了伊律师家族手中 阿宝基成为可汗后开始扶植自己的势力 按照传统制度 可汗三年选拔一次 由八位酋长共议 随着实现的推移 阿宝基的谋事中汗影越来越多 受到他们的影响 阿宝基有了用汗法将选举可汗制度改为世袭制度的念头 而这个念头也得到了树立平的强烈支持 夫妻俩开始运用权谋 为这个目的而暗中准备 阿宝基之后将官僚机构一分为二 设置了两套平行的行走机构 北府保留的契丹部落用人的惯例 南府几乎是唐代三省六部制度的翻版 公元914年 阿宝基任命自己的小舅子为北府的展相 外戚为相自此开始 阿宝基精通汉语相传他羡慕萧和辅佐刘邦的典故 于是他将母亲 祖母 曾祖母 高祖母 以及妻子的家族姓氏都改为萧氏 按照契丹的习俗 可汗实行的是家族世袭制 继可汗之位传入伊律寺之后 可汗就要由这个家族的成年男子轮次担任 为了争取当政可汗 公元911年 伊律阿宝基的四位弟弟密谋联合反对他 不久 阿宝基的一位弟媳怕祸及自身 将信息透露给了阿宝基 阿宝基鉴于亲情 与朱棣登山盟室后原谅了他们 大家继续维护着表面上的和谐 一切似乎风平浪静 第二年 他们再次反叛 这次反叛与第一次相比力量更为强大 当叛乱发生时 阿宝基正领兵于外 阿宝基的兄弟们想强迫阿宝基参加可汗的改选大会 阿宝基没有强拼 而是领兵南下 赶在他们前面举行了可汗纪委仪式 随后阿宝基宣布再次担任可汗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阿宝基的兄弟们也乱了阵脚 半年后 阿宝基的兄弟们又重燃战火 这次叛乱持续了两个月之久 战乱的规模是空前的 正如阿宝基所说 过去大军出征时在众联名树里 民间也有两马万匹 而今只能徒步 牲畜死亡十八九 经过三次的评判 阿宝基基本消灭了本家族反对势力 本部落的反对势力消灭后 契丹的其他七个部落的反对势力仍旧存在 他们强迫阿宝基退位 阿宝基为了避敌锋芒 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带着自己的部落迁途到了卵河一带 就在这里 阿宝基用汉人谋似的建议 模仿汉帝建起了一座城市 并大力发展农业 很快 阿宝基的部落的军事实力 有雄居契丹八部落之首 其他的七部落反而都要由阿宝基提供 沿河体验 术丽萍抓住了这个机会 又向阿宝基提出了一个计谋 阿宝基之后邀请契丹其余部落的首领 到自己的地盘聚会 众人没有察觉到其中的危险 于是带着牛河酒来了 阿宝基设下了伏兵 等大家喝到烂醉时 将各部落的首领全部斩杀 此后阿宝基顺利统一契丹八部 建立了契丹国 阿宝基建立的政权最为突出的特点 就是经常更改国号 有的学者认为他改过十八次国号 也有学者认为改过九次 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改过三次 阿宝基建国后 波顿征法突厥诸布 又积极参与到中原政治斗争当中 他还命人创立了契丹文字 公元925年阿宝基率军亲征渤海国 渤海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民族政权 政治和文化都在北方各民族之上 属有海东圣国之称 但当时渤海国的国力已经下降 阿宝基集中全部兵力攻下了 渤海国西部重镇浮渝城 然后又围攻了他的首都 渤海国王率领百官大臣开城投降 之后阿宝基将渤海改名为东丹国 以为东气丹 阿宝基让长子一律被管理东丹事务 这样阿宝基就将势力扩展到了渤海沿岸 同时阿宝基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设置了官府 从而结束了唐末以来东北地区的分裂局面 公元924年阿宝基招来皇后皇太子及进城说 三年之后睡在丙须 时时初秋必有归处 而阿宝基恰是在三年后的丙须年初秋去世的 换而言之 阿宝基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亡事件 有史料记载在内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有个悠久的传统 那就是在新可汗纪委仪式上 专门有人拿着诗巾缠住可汗的脖颈 直到他一直处于模糊状态 问他能够当几年可汗 此时处在昏厥和死亡边缘的可汗 可能会说出一个数字 这就是他当可汗的时间 一旦超出了这个时间 他就会被手下无情地杀死或者取代 有学者推测阿宝基于公元907年既成可汗 同样也有这种政治仪式 而阿宝基回答是九年 等到第一个九年任期满时 阿宝基已采用中原地号的形式 又给自己增加九年任期 第二九年行期将满之际 阿宝基又向皇后皇太子等人请求宽限三年 以完成灭亡渤海国等未尽事业 因此他这番话实际上并不是语言 而是一种承诺 因此阿宝基有可能是并非自然死亡 按照有母民族的习惯 从老可汗死后到新可汗选出 这段时间要由皇后主持圣武 继承的新军也要由皇后主持召开大会选举产生 因此树立平成为这段时间契丹实际掌权者 根据史书记载 阿宝基与树立平共有三个儿者 长子伊丽被跟父亲阿宝基一样 特别崇尚鲁家文化 树立平怕契丹文化被汉文化腐蚀 因此他并不喜欢自己的长子 而偏爱自己的幼稚 而他的赤子伊丽德光平借着战功 逐渐掌握了军事实权 加上他特别教训 因此在皇太子伊丽被和皇次子伊丽德光之间 树立平更加倾向于伊丽德光 树立平利用民族习俗 以给先帝送信和侍奉先帝为借口 让那些支持太子继位的大臣们殉葬 但就这个借口 他就杀掉了一百多名朝中的大臣 意思搞得人人自危 有一次树立平顾忌从事 让汉人赵斯文去给阿宝基送信 赵斯文是伊丽阿宝基最为倚重的将军之一 统领着契丹军中的汉军 赵斯文不但拒绝了 还反问树立平说 如果谁和先帝最为亲密的话 一定是太后年了 您怎么不去 赵斯文的话把树立平逼到了决策 正当群臣偷笑的时候 树立平敏捷地回答道 我是很想去可是几位皇子还很年幼 国家无主实在是离开 当时的太子已经年满28岁 树立平致死理亏 于是夺过身边护卫的佩刀 直接把自己的右手砍掉 他面不改色地说 展契先拿这只右手去侍奉先帝吧 有了这次教训 树立平排斥一己的行为有所收敛 并放过了赵斯文 随后他在上京建立了结议寺断乱楼 为自己斩首殉夫束碑立传 自从断乱事件之后 他对汉人格外提防 动辄就以重刑惩罚 久而久之开始出现了叛离朝 在阿宝基死后的第二年 树立平主持了推选新军的仪式 在他的暗示之下 所有大臣一致推选伊律德光为新军 于是25岁的伊律德光正式继位 他就是辽太宗 然而树立平的拼心 并没有因为长子主动让出而罢休 为了巩固辽太宗的地位 树立平对远避东当国的长子百般提防 伊律德光也不甘仁后 他随后命哥哥先到辽阳 并派人监视哥哥的一举一动 公元930年 伊律贝决定南下投奔后唐 后唐的皇帝对伊律贝的到来深感得意 以天子的仪式迎接 六年后 伊律德光和石敬堂联合攻陷了后唐的多长洛阳 后唐的君主命伊律德贝与自己一同赴死 伊律德贝不同意 后唐君主于是派人结果了他的性命 后来石敬堂去世 石敬堂的养子石崇贵继位 石崇贵上国书 只称孙而不称臣 辽太宗于是有了灭后晋之意 树立平警告而至 我要入主中原 应该通过议和解决矛盾 不久后晋果然派来死者议和 但伊律德光开出的条件过于苛刻 和谈足够破裂 公元917年 辽太宗进入开封灭亡的后晋 他不听从母亲曾经的警告 以中原皇帝之居 引发了反抗 伊律德光不得已霸兵北魂 途中病逝于轮程 他中年47岁 在此之前 辽太宗伊律阿宝基去世时 树立平曾经杀死数百人为阿宝基殉葬 因此辽太宗去世后 契丹的高层都人心惶惶 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 他们决定另奉新主 所有人不约而同的选中了 伊律辈的长子伊律元 伊律德光病死的第二天 伊律元便在众人的拥护下 在舒服的灵旧前正式继皇帝位 他就是辽世忠 舒立平有意让自己的三儿子伊律里胡继尾 他得知伊律元被拥立为新军的报告后异常的愤怒 他立即派遣自己三儿子进行讨逆 然而他这个宝贝儿子完全是个废材 很快就被打得大败 舒立平怒火更胜 亲自整顿兵马准备和孙子决散 在这个结构眼上 出身贵族的约路乌子挺身而出 他劝他们撿河 最终祖孙俩互相妥协 迫在眉睫的一场内战 总算在剑拔弩张的关键时期平息了 舒立平不甘心让辽世忠把皇帝一直当下去 他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策动一场政变 然而舒立平的政变尚未发动 就被人告发 辽世忠先下守卫墙 将祖母和叔父同时抓住 并把他们远近在阿宝基的陵墓旁 辽世忠纪约后 任用了很多汉人担任的要职 这引起旧贵族的不满 公元948年 一旅天德等人谋反 但不久就被镇压 隔年 萧汉和公主阿布里联络一旅安敦谋反 但被一旅屋子报告给了一旅员 一旅员将萧汉诛杀 阿布里则在监狱中死去 安敦的儿子一旅茶哥 假装揭发父亲的罪行 痛哭流涕 骗得了一旅员的信任 结果一旅员只将他的父亲安敦 贬到了外地 他则留在朝中 茶哥偷偷记忆化着篡夺皇位 正没有逃过一旅屋子的眼睛 当他向一旅员汇报时 一旅员却不肯相信 在一旅屋子再次劝说时 他却说 茶哥舍弃父亲来辅佐我 不会有什么事的 公元951年 至终应北汉皇帝的请求 召集部落 商议出兵攻打北州 援助北汉 首领们则由于连连的征战 名利消毫不愿意难亲 一旅员强令他们暗期率送南下 自己也统率本部人马 于九月到达了归华州 10月7日 一旅员设宴招待群臣和各部落首领 就在他九岁之时 一旅茶哥和一旅盆都率兵冲入帐内 杀死了一旅员 一旅屋子则逃了出来 一旅茶哥是阿宝基的侍者 他貌似公顺而内心狡诈 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懦弱 阿宝基却说他是个凶暴之人 当时一旅茶哥邀请一旅警参加谋反 但一旅警不从 一旅茶哥又将谋划告诸给了一旅盆多 一旅员死后 一旅茶哥想要继承皇位 但百官不愿意听从 于是一旅茶哥将反对自己的人都拘禁了起来 到了役里 他查看内务府的物品 见到了玛瑙碗 他说此乃西式之珍宝 如今唯我所有 他拿到妻子面前夸咬 妻子却说 一旅警一旅屋子还在 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活路 这东西有什么用 一旅茶哥却说 一旅警年幼 一旅屋子不够统领这几个奴隶而已 明天就会来朝见 没过多久 一旅茶哥的同党就报告 一旅警一旅屋子率兵而来 一旅茶哥将辽世忠皇后处决后 仓皇出外对阵 一旅警派人对一旅茶哥说 你们既然已经杀害皇帝 还准备怎么样 此时一位官员率兵归降了一旅警 其他人见状 也纷纷投降 一旅茶哥知道自己将会失败 便拘禁了众多官员的家属 他守着弯弓威胁他们说 最多不过是将你们全部斩杀罢了 当时 一旅笛列也在被囚禁众人之中 他请求成为一旅茶哥的说客 一旅茶哥答应了 一旅警回头让他诱骗一旅茶哥前来 最终一旅茶哥惨死 他的儿子们均被诛杀 随后 一旅警继位 他就是辽牧中 这一年他二十岁 此时政局很不稳定 判论此消彼长 辽牧中平定叛论之后 自以为从此天下太平 于是开始放纵自己 他晚上喝酒 白天则睡觉 因此得到了睡王的称号 辽牧中还喜欢打猎 他游猎不分季节 草重全部交给大臣处理 他一年四季就在山里度过 辽牧中不喜欢女人 早年 朔利平常想给他立妃 他以有病为由推辞 继位后 他从未宠幸过冰妃 侍奉他的都是宦官 根据辽死的记载 辽牧中喜欢杀人 是从稍有过失 就会毫不留情的处死 公元969年 辽牧中在怀州打猎时 射中了一只熊 事后有大臣向他敬酒 他喝得酩顶大醉 回到山下的行宫 就在当天晚上 辽牧中趁着酒劲 索要食物 但无法得到 便要杀人 不甘心坐以待毙的 是从联合厨职工六人 趁辽牧中醉酒时将其杀死 他中年39岁 童月在大臣的拥戴下 一律远的赤子 一律险继位 这一年他21岁 他就是辽景忠 辽景忠四岁时 他的父母死于圣变 当时他躲藏在柴火当中 随着他年龄的逐渐长大 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拥戴他的文臣武将 他们暗中谋划夺取皇位 只不过因为谋划隐秘 不为辽牧中所察觉 辽景忠继位后 辽朝的皇位一直在一律被后代中传递 这对辽朝完成封建化 建立第一章子继承制 有着直接的影响 辽景忠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他首先对政敌采取了宽容政策 以缓和统治上场的矛盾 他追尊一律里胡为皇帝 他又采取与民修西的政策 这时的辽朝重新走向墙上 辽景忠是辽朝名副七师的忠心之主 辽景忠从小就因为惊吓过度而体弱多病 公元982年 景忠在打猎时病逝 他中年35岁 景忠临终之时留下一兆 然而这一律龙续继位 军国大权由皇后决定 景忠同时立一律续真 与韩德让为顾名大臣 此时一律龙续仅有12岁 耶律龙续的母亲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萧太后 萧太后本名叫做萧绰 她出身于契丹族的国旧部落萧斯文家中 她的父亲是拥立景忠的登基功臣之一 景忠继位后 萧斯文任北院的苏密使兼北府宰相 而她的女儿萧绰以皇后的身份经常代理朝政 萧家全清朝野 这引起了辽国皇族和其他权臣的嫉妒 于是他们便筹谋暗杀了萧斯文 这刺杀使得各种势力蠢蠢欲动 萧绰对父亲被刺杀身亡十分悲痛 但她并没有因为悲伤而消沉 而是极力的辅佐丈夫稳定了政局 同时萧绰秘密派人侦查杀害父亲的凶手 她还很有策略地分化了朝中的政敌 后来萧绰查出了谋害父亲的幕后指使者 经过周密的安排 她长工地将他们铲除 公元972年 萧绰生下了皇子伊律龙婿 景忠利用皇子诞生的机会 对萧家进行了大封赏 公元976年 景忠下旨让皇后享受与皇帝一样的政治权利 景忠体弱多病 在景忠的支持下 辽国的朝中日常政务 皆由萧绰独立裁决 在萧绰的治理下 辽国的国力逐渐增强 公元982年 景忠借助外出打猎时机 为忠实的反对势力设下了埋伏 但他却在此行中病死 此时辽朝祖哨国疑 而忠实大臣二百余人皆拥兵之中 萧绰命令着十分险峻的局势 他在辅政大臣面前流着眼泪问 该怎么办呢 汉德让于是带领着大臣发誓支持萧绰 汉德让出生于辽国的大族 汉德让的祖父在唐朝末期 被契丹人俘虏到辽国为奴 由于韩家四代从军 他的父亲更因为能征贯战 已经成为辽国议员不可多得的战将 据说萧绰年少时曾想嫁给汉德让 但还来不得及结婚 便被警钟选为贵妃 后来汉德让政治显著 受到了萧太后的青睐 加上年少时期的情缘 汉德让成为萧绰的最为得力的俯臣之一 一有出巡或者外出游猎 萧绰便让汉德让代替自己处理朝中政治 两人经常同二而食 并排而坐 萧绰更是找各种机会提高汉德让的地位 公元988年 萧绰故意在汉德让的住处大宴群臣 这其实是萧太后有意向群臣公开表示 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后来便传出了萧太后与汉德让结婚了 其实即便是后来萧绰嫁给了汉德让 这也不违反契丹的风俗 有史书记载 萧绰为了能够顺利嫁给汉德让 派人毒杀了汉德让的原配夫人李氏 还有传言说 楚王伊律隆佑其实是汉德让的儿子 此外 有出使辽国的宋史称 见到了萧太后身边的一个孩子 很像汉德让 但也有人认为这孩子是汉德让的子孙 萧绰临朝称子之后 对汉德让的众子更是非同一般 一次 猪猪赐死在上朝时 因亲自汉德让 对他说出了密实的言语 汉德让气愤之下竟然将他打死 事后 萧太后并没有处罚汉德让 还有一次 萧绰带着汉德让和众臣去观看马球比赛 汉德让加入了比赛 而弃当贵族故意将汉德让撞下马 萧绰看到后十分震怒 当场将那个贵族处决 其实 萧绰与汉德让是否结婚 虽有争议 但两人在一起生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公元998年 萧绰取消了伊律隆族 与汉德让的军臣名分 赐给汉德让伊律刑 从此小皇帝胡塞将汉德让当作臣子来看待 而改口称他为叔叔 萧绰在汉德让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 他下指令伊律修哥总管南府的军事事务 任命取了萧绰子女的伊律协审为北院苏密使管理内政事务 还让他严厉的管束弃丹的贵族 在处理好人事安排之后 萧绰采纳了汉德让的建议 推行了专门抑制中亲势力的政策 这使得中亲首领们失去了使用兵权谋反的机会 此外萧绰还将中世的亲属召集到宫中 将他们作为人质 使中世的组长们不敢谋反 当时赵光义认为 辽国孤儿寡母治理国家定然政局不稳 于是他借机北伐 面对宋朝军队的进攻 萧绰认识到必须通过亲征来建立自己的威望 不久 辽朝活着了宋朝的名将杨业 宋军失去了斗志 辽军顺利收复了疆土 公元1009年 萧太后将弘权交给了儿子 结束了他27年的社政生涯 一个月后他便离世 他中年57岁 他的离世对于已经是70岁的汉德让来说 无疑是一次极大的打击 就在萧绰去世后的第15个月 韩德让也离世了 伊律龙旭亲自为韩德让举行了国葬 并将他安葬在萧绰的陵墓旁边 韩德让成为安葬在皇农中的唯一一个汉人 之后39岁的伊律龙旭开始亲政 他就是辽圣忠 此时辽朝已经进入顶盛 他基本延续了萧太后执政时期的辽朝风貌 辽圣忠为防止高丽与北圣结盟发动了战争降服了高丽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他下扫禁止百姓为了躲避赴税遥育而私事剔赌出家 他还劝欲富人应该多加施舍 甚至穷人以求缓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辽圣忠尤其助于重用有才能的汉族官员 吸收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进入政权 公元1031年辽圣忠去世 他中年59岁 同年6月 他的长子伊律忠真继承了皇位 他就是辽兴忠 兴忠的生母是圣忠的宾妃萧鲁金 辽兴忠出生以后 因为皇后萧菩萨歌舞子 所以他的父亲将他过继给了皇后 皇后对他视如己出 他三岁时就被封为王 五岁成为皇太子 十五岁就当上了皇帝 他当上皇帝后 他的生母自立为皇太后 并临朝摄政 萧诺金掌权后 开始排斥一击 他命人给萧菩萨歌治罪 行中之道以后 则问生母 萧诺金不听 将他以谋反的罪名贬到了外地 事后 萧诺金担心而着怀念养育之恩 极数派人将他刺死 萧诺金的权力进入膨胀 他甚至把心中的异举一动 都置于自己的控制思想 这样使得母子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萧诺金担心心中亲政之后 自己的权力会被剥夺 于是他就与萧小仙兄弟合谋 企图废掉心中 另立自己的小儿子 一旅重园为敌 十三岁的重园 却将母亲的阴谋告诉给了哥哥 心中不甘心被废 于是暗中谋划 公元1034年5月 萧诺金和兴中去行宫萧蜀 萧诺金的亲信都留在了中京 兴中见十七成熟 先找借口扣押了萧小仙 逼他招供了费力的阴谋 他接着带领500新兵包围了行宫 第二天 兴中下子废除萧诺金为庶人 萧诺金被囚禁后 大臣曾提议重新赢回太后 以获取宋朝每年给皇太后的礼物 但是疗心中并没有采纳 萧诺金年近七十旬 心中才将他迎回凤阳 萧诺金对自己以前做的事情毫无回忆 于是母子之间的怨恨越来越深 互相提防 即使偶尔一次出去巡游 也要隔着几十里远 疗心中在尾时期 疗国的国士已经日欲衰落 面对日欲衰落的国士 辽兴中连年征战 多次征伐西夏 逼迫宋朝多缴纳税弊 反而使辽国内部的百姓怨声载道 兴中登基后 赶念一律重园的旧驾之公 册封重园为皇太帝 并在九岁时答应日后传位给他 本元1055年 辽兴中在外出寻幸时得病离世 他十年仅四十岁 兴中离世后 他的生母却一点没有悲伤的样子 他见到儿媳哭泣 他随口说出 你还年轻何必如此悲伤呢 同年8月 辽兴中的长子一律宏基继承皇位 他就是辽道宗 辽道宗登基时仅有23岁 他以众叔父一律重园治理国家 公元1063年 一律重园甲昌有病 想幼死一律宏基前来探望 大臣一律梁发觉其中的七小金皇太后 转告给了皇帝 道宗不相信 叔叔会加害于自己 于是 一律梁让道宗征召一律重园的儿子前来 道宗听从了他的话 派死者前往他的住处 死者很快就被扣了下来 死者用佩刀割破了帐 逃了出来将实情转告给了皇帝 皇帝这才相信 同年7月 一律重园发动叛乱 当重园的叛军包围行宫时 南苏密使率领数千人奋起出击 叛军见状纷纷倒戈投降 当夜一律重园自立为敌 第二天 重园率领着2000人复工行宫 结果兵败 辽道宗平定一律重园之乱后 重用了大臣一律以金 乙兴一时全清朝野广收贿赂 公元1075年 乙兴为了专权 诬告皇后与灵人造为一师通 道宗不加茶时 就逼令两人致敬 这就是历史上的十相持冤案 当时皇太子因为母亲被害 忧愁表现在了脸上 两年后 乙兴又诬告太子谋反 一律红基又不顾太子的百般身变 将他囚禁起来 不久 乙兴派人暗杀了太子 却谎报太子病死 此时太子年仅二十岁 辽道宗很是哀伤 想召见皇太子妃 乙兴却暗中派人将他杀死 公元1079年 辽道宗外出游猎池 乙兴请求把皇太孙留下来 以便趁机谋害 大臣萧娜提醒辽道宗 应该注意皇孙一律延洗的安全 辽道宗醒悟 携皇孙同行才避免了一次暗杀 公元1081年辽道宗察觉上当 便废除了一律一心 辽道宗在位期间崇尚佛教大兴土目 是社会矛盾激化 使辽国开始由胜转衰 在此期间 女真族开始崛起 最终成为辽国的绝母人 公元1101年 在位46年的辽道宗去世 他终年70岁 之后辽道宗的孙子 一律延洗继承皇位 他就是辽草的末代皇帝 天作帝 天作帝登基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为亲人报仇血恨 天作帝为人昏庸无道 他重用了一律阿斯和萧凤仙 一律阿斯是乙心的统母帝 这两人收受了杀害 天作帝父亲凶手的贿赂 支持歹徒逍遥法外 之后天作帝竟然加封两人的官职 天作帝登基后 罢黜了萧乌纳的将位 萧乌纳对天作帝忠心不二 精心辅佐天作帝 但他刚之不阿 这引起了天作帝的反感 天作帝在位期间 一味有猎而不理国政 公元121年 天作帝召集女真酋长前来朝会 宴席中他令女真酋长为他跳舞 只有弯牙阿古达不肯 天作帝于是命令 苏米词 萧凤仙找借口杀掉他 萧凤仙却认为阿古达 不过是不知礼仪的蛮夷 后来天作帝非但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反而因为女真贵族在围猎时表现出的精彩技能而大喜 给他们加关进绝 从这年的9月开始 班牙阿古达开始不再奉照 后来因为天作帝荒芜政务 对阿古达的节度史的任命久违下达 阿古达担心天作帝知晓他心怀意志 于是他开始对不服从他的女生部落用兵 天作帝竟然把阿古达用兵当作一件平常事情 让地方官员负责调节 使阿古达顺利完成了起兵的准备工作 当急报传来时 天作帝正在打猎 他仅派少数的渤海军前去支援 他认为这不过是一次金人的小规模的截略性活动 这直接导致辽军的首战失败 后来有大臣建议集结全国军队对抗金军 天作帝对此却不以为然 随后不久 万阿古达建立了金朝 天作帝开始察觉到金朝的威胁 正月天作帝下达赵书 表示要亲征女征 但却没有真正的行动 当时天作帝放不下皇帝的价值 在赵书中粗暴的威胁阿古达让他赶快投降 这种蛮横无礼的态度 使河谈变得毫无长功希望 随着女征的不断的攻城掠地 阿古达的立场也逐渐强硬 形势的急剧恶化 终于使天作帝亲自率领大军前去征伐 但契丹的将士却心生畏惧 天作帝首先临阵脱逃 于是辽军四处溃散 女征族士气高涨 乘胜追击夺取了辽巢的大片土地 从此辽巢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辽巢的灭亡已经不肯逆转 随着金军的节节逼近 天作帝无奈 值得向阿古达求和 阿古达要求撤封金国为大金 撤封自己为大圣大明皇帝 但天作帝只改其国号为东淮国 阿古达盛怒之下拒绝了天作帝的撤封 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 契旦内部有时失事对天作帝的不满日语加深 企图废除天作帝的阴谋不断出现 公元121年大臣一旅堵投谋立天作帝的赤子 晋王为敌 结果事情败露 他随即引金兵袭击天作帝 修凤仙献祭说 于堵此来不过是为了夺取晋王 干脆把晋王杀了 他就死心了 天作帝于是处死了晋王 于堵非但没有退兵 反而引金兵直逼天作帝的行营 天作帝值得率领卫兵逃往了山西大同 辽军的溃败和契丹内部的权力斗争 削弱了契丹作为统治民族的力量 加之 天作帝痛感契丹人人心不服 产生了依赖汉族官员维持统治的想法 由于战场上消息不通 辽朝内部以为天作帝战死或者被围 于是立天作帝的唐书为帝 这就是历史上的北辽政权 6月天作帝传子相约各地 8月进攻北辽 北辽的皇帝听完后 命大臣商议该如何处置 不久北辽皇帝就病死 众臣商议立他的妻子 肖普贤女主持军国大使 并奉一命立天作帝的第五个儿子 前往伊律定为皇帝 但伊律定在天作帝的身边 此时有辽臣觉得前景不妙 打算师通北宋 后来事情败老 他们随即被赐死 之后肖普贤女五次上表给金国 说只要允许立伊律定为北辽的皇帝 其他条件均可以答应 然而金国却不予同意 无奈之下 肖普贤女只得派兵把守金军官 以防金军来袭 但是金军官最终失守 肖普贤女闻训后 连夜逃离了燕京 后来北辽的权贵因去往何处发生了争执 伊律大使主张投奔天作帝 驸马多卫则反对 他被伊律大使斩首 伊律大使又下令 由异者接斩 于是北辽军队分成两路 一路投奔了天作帝 另一路则跟随着肖干 肖干后来自立为帝 但半年后便败亡 次年2月 北辽的残余部队找到了天作帝 天作帝怨恨他们自行称帝 还废自己为香阴王 于是当即命令左右 将肖普贤女及他的女儿处决 此时天作帝已经失去了疗巢的大部分土地 他的儿子和家属大多数被杀或者被俘 虽然他还打算收复首府燕云和云州 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 公元125年 辽天作帝在映州被惊人所服 这次历史210年的辽巢灭亡 此后辽巢的贵族伊利大使在西北遭击残佈 控制了蒙古高原和新疆东部一带 伊利大使是阿宝基的八子孙 他是辽史中记载的辽巢唯一为契丹的晋士 因在契丹语中 汉林被称为林雅 所以伊利大使又有大使林雅的别名 公元1222年 他追随着肖普贤女逃奔到了天作帝 天作帝责备他说 我还没有死 你怎么敢立伊律尊为帝 伊律大使回答说 陛下拥有全国的力量 不能去抵挡一下敌人 抛弃了国家设计逃跑 致使百姓生活在水山火热之中 即使立十个伊律尊为帝都是太祖的子孙 天作帝无言以对 值得赦免他 同年4月 天作帝让他率军袭击金军 但他在龙门币驻扎时 兵百被俘 金军的副总统湾阿古达 强迫他为金军带路 随后金军袭击天作帝的大营 当时天作帝在应州 天作帝的家眷 却没有天作帝的幸运 为此金太祖湾阿古达特地褒奖了他 此时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不光彩的一页 故在辽史聪也未提及 同年9月 伊律大使带领一支人马 从金营脱逃 回归到了天作帝的身旁 天作帝在得到伊律大使人马后 又得到殷山蒙古部落的支持 天作帝自认为得到天助 准备出兵与金军决战 伊律大使指出 这时在求决战不是良策 他建议天作帝养兵等待时机而动 但天作帝坚决出兵 伊律大使于是决心前往辽西的军事重镇可敦城 此地在辽末战乱之中仍然相对安定 有战马数十万匹 均是两万余人 随后他自立为王率领两百余人连夜逃离的天作帝 他离开后不久 只与出兵的天作帝果然兵败被俘 这距离他出走不过半年 伊律大使自夹山出发 契丹部落纷纷来逃 这时他很快得到精兵一万余人 他在可敦城立国 公元129年 他夺回了金朝部分占领的土地 金朝于是在次年向墨北诸部征兵以征讨他 但诸部不从 征讨于是半途而废 伊律大使认为金朝正处于强盛时期 无法与之抗衡 故决定向西开拓 他首先进入吉尔吉斯境内 但遭到当地反对势力的反抗 随后他率军西进 正当伊律大使西征时 金朝的西北前线得到了消息 并禀告给了金朝 金朝于是组建了一支远征军 但因为沿途以沙漠无人区居多 最终此次远征毫无所得 公元1132年 伊律大使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称帝 这是西疗政权正式建立 伊律大使称帝后开始大规模的对位扩张 其后不久 西疗征服了吉尔吉斯 称帝的第二年 他决定东征金朝 在东征的过程中 西疗首先征服了和田等地 但在此后的行军当中 或许因为战线过程 最终西疗军队无功而返 其后的一两年间 西疗还再次发动对金军的突袭 一路击败了前来征讨的金军 但所取的战果不大 此后伊律大使也彻底将扩张的中心 转向了西方的伊斯兰世界 公元1137年 他率领部中进入了贝尔干纳盆地 途中未遇到抵抗 但在继续西进时 遭到了以为塞尔驻帝国的 附属国的西卡拉的抵制 结果西卡拉军队溃败 之后西卡拉请求宗祖国出兵 经过长期的准备 塞尔驻国号召伊斯兰世界 对西疗的异教徒发动胜战 双方展开激战 此次会战是中亚历史上著名的战役 穆斯林的史学家认为 在伊斯兰教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会战 据估计塞尔驻帝国死亡多达三万人 塞尔驻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河中地区 公元1143年再为20年的伊律大使世事 他享年57岁 穆斯林的史学家称赞他是一位公正的君主 伊律大使的牺牲事迹被传到欧洲后 于是在欧洲流传着东方有一位神秘的祭司王 临朝称之 次年金西中得到伊律大使去世消息后 派遣使者前往劝祥西疗 金石进入西疗国境后 正好遇上外出打猎的萧塔不燕 见到萧塔不燕后 金石不但没有下马跪拜 反而让他下马接招 萧塔不燕于是命人将他拉下马 让他跪下 金石却斥责萧塔不燕为反贼 侮辱上国的使者 萧塔不燕发怒派人将其杀害 萧塔不燕执政七年后退位 由他的儿子继位 他就是西疗的人中 他在位十三年 于公元155年去世 由于他的儿子年幼 他移命他的妹妹临朝称子 后来他的妹妹与小叔子师通 为了掩盖真相 他妹妹又罗斯罪名将战户杀害 他的战户的父亲是朝中的元老 他看见儿子被害 于是发动了政变 率兵包围了皇宫 并将政权还给了人中的儿子 伊里茲鲁古 他就是西疗的末代皇帝 没有任何史疗记载过 他在位前期的事迹 但他在位后期西疗江河日下 政治腐败 社会矛盾激化 蒙古兴起后 南蛮部被铁木森布打垮 南蛮部的太阳寒的儿子 驱出律脱逃 驱出律带领着部下 在山里东游西党 他们既没有粮食又没有吉养 而跟随他的那些人已作鸟寿散 于是驱出律只好去逃奔到了西疗王朝 当时西疗处境困难 驱出律提出了让他 纠集南蛮部的旧部 以强大西疗的建议 西疗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赏赐了他许多财宝 并封他为可汗 驱出律随后收集自己的族人 又同其他的部落减成了联盟 他率领着设施军队进入西疗领土后大肆的杀掠和抢劫 他向花腊子摩派出使臣 约定夹攻西疗 等待成功后 两国瓜分西疗的领土 但事与愿违 驱出律被打败 他值得逃跑 之后花腊子摩和西疗各自退兵 西疗军队军纪败坏沿途烧杀抢掠 当他抵达巴拉沙滚时 军民们紧闭城门拒绝他们入城 西疗军队的将领们告诉他们 花腊子摩已经退兵 但军民们不相信 坚持战斗了16天 最后被西疗军队用大象把城门攻坏 西疗军队入城后屠杀了三天三夜 有四万七千人被杀 西疗军队同时大肆抢劫 得到了大量的财物 因为西疗皇帝的库府遭到了驱出列的抢劫 西疗的宰相害怕他征收自己的财产 于是建议士兵交出 从驱出列处抢夺的财产归还给皇帝 这遭到了西疗诸将领的抵制 他们纷纷带领军队离去 得知西疗军队撤离的消息后 驱出列率领着八千士兵 袭击了正在打猎的西疗皇帝 窃取了皇位 驱出列故作之态 尊伊律支鲁谷为太上皇早晚万安 仅过两年时间伊律支鲁谷便忧郁而亡 驱出列为了取得契丹贵族的支持 取了支鲁谷之女为妻 他之后遵照妻子的指示 由基督教改宪佛教 由于花纳子国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向东阔昌 他在全国大力推行佛教 打击伊斯兰教 这激发了当地人民的不满 公元128年 乘吉思汗令蒙古军队讨伐西疗 他们尚未到达时 驱出列就已经逃之夭夭 蒙古军队抵达后 曾派人向当地军民宣布宗教信仰自由 这得到了军民们的一致拥护 使驱出列所到之处均遭到了抵制 驱出列被迫逃往阿富汗 因为山路崎岖不平 因此蒙古军队跟当地的猎户达成协议 如果能活捉到驱出列并交付给蒙古军 蒙古军不再向猎户索取任何物品 猎户因此包围了驱出列及其部众 将其活捉送给了蒙古军 随后驱出列被蒙古军斩杀 同时蒙古军顺利进入了西流的都城 自此享国94年的西流政权灭亡 西流灭亡后 契丹的将领巴拉黑率领一部分西流的臣民 逃到了伊朗的齐尔曼 建立起了完全伊斯兰化的政权 既称齐尔曼王朝 中国的史书上又称之为 后西辽或西齐丹 齐尔曼王朝不过是伊尔汉国的附庸 其苏丹传位的混乱 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伊尔汉的干预 他历经八第二后 存在86年最后被蒙古人灭亡 他是齐丹人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 早在公元1211年 金朝与蒙古爆发 也胡领会战 金朝的精锐部队被监 金朝对境内的齐丹人心存戒备 怕他们与蒙古人呼应 顾下令 境内凡有齐丹人居住的地区 必须有两户女生夹一户齐丹 齐丹的皇族伊律留歌厅后大怒 于是他趁金国首兵调缝之机于第二年接纲而起 周围被金国压迫的百姓纷纷加入 不到数月 齐军就扩充到十余万 伊律留歌自立为都元帅 最后金军前来镇压 伊律留歌清楚 光靠这点军队绝对没有办法和金国抗航 可他的弟弟伊律师部坚持扛了下去 最后经过多方讨论 伊律留歌最终选择归顺了蒙古 最后在蒙古的援助下 伊律留歌大败金军 初步稳定了新生的政权 公元1213年 伊律留歌称王建立了国号为辽 此称东辽 此年金军二治法辽 此战伊律留歌大政 公元1216年 伊律师部率众反叛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历史上称为后辽 伊律师部之后被部将杀害 众人推举伊律起奴为监国 彭年秋 蒙古军东下 伊律起奴不敌 率九万七丹族越过鸭鲁江 进入高丽境内 不久 七丹贵族四乡残杀 后辽最终于公元1220年灭亡 公元1269年 忽必烈撤翻 东辽国也随即灭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